修复心灵的漏洞 安装爱的补丁 大家好 欢迎来到心灵回收站 孩子幼儿园里布置了手工作业 要求回家完成后 上传到班级群里 恰巧我的手机在充电 就随手摸起顾明池的手机 解锁五次 上面显示 手机已锁定 我正正地看着手机 随后又将目光看向顾明池 看出我不太高兴 他疼得一声坐起来 问我 怎么了 我将手机递到他手里 你换密码了 他笑了笑 说 你不要多心 我就是换成了孩子的阴历生日 将手机递给我 我气灭后 输入密码打开 才确定他没有再骗我 可我回头间 看见他心虚地摸了摸鼻子 我们结婚六年 我最清楚他心虚时候的样子 知道 我看见文件夹里的视频 孩子看着上面的视频 问我 妈妈 这个阿姨是谁 视频上的女人 依偎在顾明池怀里 一遍又一遍地问她 顾明池 你爱我吗 顾明池则回答 当然 她又问 顾明池 你最爱谁 最爱诵词 顾明池爱诵词一生一世 她的眼睛里显露出的温柔清晰可见 这一生一世的诺言 发自肺腑 这一刻 我心凉了半截 她的密码 并非孩子的生日 而是诵词的生日 我站起身 只觉得一阵炫运 几秒后才站稳 将自己的情绪平复好 才低声跟童童说 乖乖 该睡觉了 将孩子哄睡着 我拿着手机回到客厅 时针只在八点钟 而视频恰好是这个时间点存的 讽刺之意蔓延 我将视频打开 顾明池的声音 在客厅里一遍又一遍地回放 她伸手 将手机从我手里抢过去 沉睡安水 让你乱翻 我手机的 质问升起 语气里含着运怒 我一顺一顺地看着她 将手机递到她面前 顾明池 你告诉我 这是什么 你和我从恋爱结婚 都多少年了 你为什么还留着这个 顾明池看着我 沉吟了半赏 才开口说道 视频很多年了 我就是忘了删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 碎碎你 相信我好不好 手机都换了好多个了 可是视频却是一直在的 想到这 我看着她 说道 顾明池 你要是忘不掉 你就去找她好了 沉睡安 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 她都已经结婚了 我要去哪里去找她 是啊 当年不就是人家看不上她 才和她分手的吗 可她呢 对她念念不忘 想到这 我滴滴笑出声来 问她 她如果没结婚 你是不是就去找她了 她没有回答我的话 反倒是进了卧室 只留我一个人在原地 我看见她捧着手机 双眼通红 依依不舍地将视频删除 而后走到我面前 满脸不耐烦 问我 行了吧 能不闹了吗 我看着她 往前走了两步 对上她的毛子 顾明池 你能不能讲讲道理 是我在闹 还是你放不下 你心里清楚得很 她笑了 往后一退 说道 是是是 是我放不下 行了吧 她这句话落在我的心里 砸得我生疼 我和顾明池认识八年 结婚也已经有六年 可几乎是在这一刻 我才知道 她不爱我 一点都没有爱过我 我的眼泪从眼角滑落 话不曾说出口 就见童童站在门口 喊道 妈妈 我指手将眼泪擦掉 她跑过来 抱住我的腿 妈妈 许是见我落泪 她的眼圈也是通红 我弯腰 将她抱起来 她问我 妈妈 你和爸爸是在吵架吗 会不会 不会 我低声回应 爸爸妈妈 没有在吵架 是在商量事情 将孩子哄睡着 我便没再回主 我蜷缩在角落里 寂静无声的黑夜 像是一头可怕的兽 想要将我吞没 可我明天依旧要早起 给孩子做饭 第二天天不亮 顾明迟推开儿童房的门 看见我要起身 缓缓走上前 扶在我的耳边低声说道 岁岁 你睡 今天我做早饭送孩子去幼儿园 我原以为这是她在求和 可是当我接到警察局电话的时候 我才知道 顾明迟是去见宋慈了 还把人家的丈夫给打了 我进去的时候 她挽着宋慈的手 擦掉她的眼泪 低声抚慰她 眉眼间尽显柔情 看见我那刻 又急匆匆地将手从她的手中抽出来 我浑身抑制不住地发抖 走上前 直手就给了顾明迟一巴掌 你在做什么顾明迟 你为什么来这里 警察及时将我拉开 顾明迟低着头一言不发 宋慈站起身 做事要跟我解释 我看了她一眼 笑了一声 你是一个已婚的女人 你让我丈夫替你去打架 你知不知道 她有孩子有老婆 你也有 话不曾说完 就见顾明迟站起身来 将宋慈拉到身后 沉睡安 你有什么冲我来 回去我让你撒气 我也会跟你解释 声音徐徐传来 我看向她 直勾勾地看了半赏 终归是将她从警局里领出来 我俩坐在车上一言不发 我偏头看她 问道 你不是要跟我解释吗 她找我借钱 我今天去找她 看见她被她丈夫打 所以才 原来 他们之间一直是有联系的 她今天去做早餐和送孩子 不是为了哄我开心 是要早早出去 去见宋慈 想到这 我只觉得一阵窒息 根本喘不过气来 将车窗换下来 想透透气 可看到站在一旁的宋慈 我问顾明迟 你就这么爱她 是吗 沉睡安 她想出声打断我的话 我直勾勾地盯着她 低声说道 我看见了 我看见你牵她的手了 顾明迟你这么爱她 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 顾明迟没有回答我 自顾沉默与我对抗 我们回家后 非常默契地没有再讨论这个话题 顾明迟对我也不热络 我心里知道 这场婚姻持续不了太长时间了 可我只能拖延时间 能多拖一天是一天 至少现在我还不能离婚 我是全职主妇 离婚拿不到孩子的抚养权 日子看起来还是和往常一样 我翻找招聘软件上的招聘信息 一封一封地发邮件 全都石沉大海 那日我刚将孩子接回来 就见顾明迟丽在客厅里 我侧身从她身前走过 她一把拉住我的腕子 跟我谈谈 将孩子安置好 我走出卧室 砰的一声将门关上 还不等转身 就听见她说道 我们离婚吧 那一瞬间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大手 狠狠攥着 疼得喘不上起来 我紧紧攥着手 指甲嵌入到手心里 这一天 还是来了 孩子 房子给你 孩子的抚养权 我不会留给你 我俩的声音重合 她直直看向我 毛子里还有讽刺之意 她说 陈遂安 你没有工作 你养活不了彤彤 那一刻 我的心都死了 眼眶里的泪 从眼角滑落 孩子出生后 因为没人照料 我辞掉上升期的工作 可我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下场 顾明迟 你将孩子留给我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好不好 哀求的话 一句一句说出口 可她像是没有听见 静止地走向儿童房 拿出孩子的行李箱 开始装衣服 我伸手抓住她的手 将行李箱合上 挡在她的面前 你别这样 顾明迟 即便是我如此狼狈地哀求她 依旧不起任何作用 她一手抱着孩子 一手推散我 我抓住她不让她走 可是男女的力气总是悬殊 她将我推倒在地面上 门被砰得一声关上 我从地上爬起来 从步梯跑下去 可我下去的时候 顾明迟已经在车上 我拍打车窗 无论我如何喊叫 她都装听不见 车子擦过我 缓缓行驶 我跌在地面上 看着那辆车 彻底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这一刻我才知道 原来顾明迟能这么狠 我们之间的八年 远远比不上一个颂词 我从地上缓缓爬起来 一步又一步地上楼 顾明迟的影子 在我的脑子里 一遍又一遍地循环播放 明明 她以前不是这样的 眼泪顺着我的眼角滑落 用手擦掉 又流 好似怎么都留不完 我和顾明迟是相亲认识的 从相识到结婚 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像是被上天安排好的那样 我们步入婚姻的殿堂 当时的她还是一个公司里不知名的小职员 能力也是有限 在我们结婚第二年 她说她想要创业 我将我婚前传的二十万都给了她 我说 明迟 你去创业吧 到时候真要做起来 咱们的日子也好过 做不起来就当花钱买教训了 果真 我没有看错她 她真的做起来了 从一开始只是一个小门士 只有一个员工 当时她自己跑市场 几乎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 我什么都不懂 能做的就只有陪着她 夜里她两点回来 我就为她准备好醒酒汤 早晨为她早早出门 我就比她起得更早 为她准备早餐 我们互相扶持 互相鼓励 这样的日子 过了整整三年 在这个房子里 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 接到第一笔大单子的时候 她跟我说 安安还好有你 要不是你的话 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那天 她带我去了很高档的餐厅 我俩不会点餐 闹了一场笑话 我们出门后 相视一笑 她说 以后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这句话并不是什么空话 有过第一笔大单子后 紧接着就有了第二笔第三笔 以及后来的无数 后来换了更大的工作场地 在那里 她拥着我 说 安安 以后我会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送给你 我仰头看她 亲吻她的嘴边 问她 什么是最好的东西 你要什么 我就给你买什么 在后来的日子里 她的确是对我有求必应 脾气也越发好了起来 我怀孕后 她放下忙碌的工作 只为陪陪我 后来的产检 照顾月子 都是她亲力亲为 我说 让她妈或者我妈来照顾我 她说 不用 有阿姨和我 你放宽心 好好养着 回忆如同潮水 不停地往上涌 这像是一把生了锈的刀 不断地凌持着我 不算快 但是好疼好疼啊 他们离开的日子里 我会有一些幻觉 会听到彤彤在喊妈妈 也会听到顾明池喊我 可等我推门出去的后 又是空无一人 这样的日子 过了大约半个月 我突然清醒过来 如若这样下去 彤彤根本不可能 回到我的身边 我也不知道 宋慈会不会善待她 所以得振作起来 得去找工作 由于我的工作经历 有太长时间的空白 没有一家公司愿意要我 最终只能在商场里 做导购 我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空间 直接入了职 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 累得腿都站不直 这天刚下班 我就看朝我远远走来的顾明池和宋慈 他们的手上牵着彤彤 像急了一家三口 彤彤看见我 直直朝我跑过来 他抱住我的腿 仰头看着我 问 妈妈 你是不是不要彤彤了 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住 我蹲下来拥住他 眼泪疏地从我的眼泪中滑落 没有 妈妈要赚钱养彤彤对不对 彤彤再等等妈妈好不好 他窝在我的井间 哪声哪气道 那妈妈要快点来接彤彤 好 彤彤再等一等 妈妈会尽快 我轻声说道 我抬头间 看见宋慈勾起嘴角 似笑非笑 他走上前 牵住彤彤的小手 对我说道 放心吧 安安 我会照顾好彤彤的 他的话狠狠在我的心上撞击 而我的心像是 被一双大手狠狠攥住 疼得喘不上气 恨意 从我的心底滋生蔓延 最后生出疼万 却又无能为力去做些什么 日子浑浑噩噩地在过着 顾明池不准我去看彤彤 给他换了幼儿园 甚至连手机号都换了 他给我打电话 约我去民政局离婚的时候 宋慈正朝着我缓缓走来 他指着那件价格不菲的大衣 对我说道 把那件大衣拿给我看看 手机在台面上嗡嗡作响 我来不及接 就匆匆过去 看见他的时候 震了一瞬 他看见我 表情也是明显一僵 而后我只装作不认识他 替他拿了那件大衣 他穿上 我恭维道 女士 您穿这件衣服真好看 那件蓝色的也适合您 要不要一起试一试 书弟 他扬了扬头 摁了声 张开手 等着我伺候他 我替他将衣服穿上 不停地夸赞好看 最终两单一起成交 把他送出门 他的脚步突然一顿 回过头来 笑着问我 你知道顾明池 为什么不爱你吗 听到顾明池 这三个字的时候 我的心还是骤然一疼 可如今的我 并不在意他 为什么不爱我 见我不讲话 他自顾自说道 你看看你不是粉黛 像是什么样子 我化妆了 我低声回应道 对面就是医院 建议宋女士 有空挂个专家号 还不等她反应过来 我就朝店里缓缓走去 心里松了一口气 对于我而言 现如今 不管是顾明池也好 还是宋慈也罢 都不值得我付出什么喜怒哀乐 现在最重要的是 我得有钱 去争夺儿子的抚养权 顾明池见我没接电话 发消息通知我 明天九点去民政局领离婚证 我没回复他 可他第二天 依旧是如实等在楼下 看到的那一瞬 我恍如隔世 一如八年前 我们去领证那班 他紧张地早早在楼下等着我 跟我说 碎碎 我害怕 婚后 他也会每天在楼下等我 送我去上班 那些日子 将我刚刚结疤的伤痕 再次揭开 血肉淋漓 他点了烟 周围烟雾缭绕 我脚步一顿 而后缓缓上前 站在他面前 低声说道 麻烦你了 没关系 不麻烦 他如此说道 像是一对陌生人 我坐在副驾时 与他一路无言 拿出离婚证的那一瞬间 顾明池的面上 染上一阵欣喜 将我送回去的路上 他说 安安 以后我们再也不要见面了 宋慈很在意 听到他这句话 我身子一将 细细蜜蜜地腾涌上来 我将情绪整理好 轻笑了一声 反问道 那孩子呢 抚养权就算在你那 你也无权不让我见孩子吧 一周一次 他贫眉 思索了片刻 才说 到时候 我会避开你 让阿姨把孩子带出来见你 如此也好 这样我就不用 看见他这张恶心的脸 日子看不到尽头 我去看孩子的时候 阿姨将童童带出来 不过半年不见 就很是生疏 他躲在阿姨的身子后面 无论我如何哄 都不肯出来 直到看见宋慈的那一刻 他直勾勾地朝着他跑过去 抱住他的腿 高声喊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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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时 我好似掉入冰窖之中 从心底凉到了脚尖 宋慈蹲下来 与他说着近况 我走过去 伸手将他拉过来 蹲下跟他说 童童 我才是妈妈 不是 不是 你是坏女人 你是坏女人 你都不要我了 还来找我干什么 我感觉自己的心 快要跳出来 徘徊流浪 却无法找到出口 只感觉心好累好累 我红了眼眶 眼泪从眼角滑落 我哽咽着跟他解释 童童妈妈 没有不要你 妈妈在赚钱 赚很多钱接你回家 他推了我一把 我踉跛了一下 不受力地坐到地面上 我看见宋慈的眼里皆是嘲讽 他在嘲笑我 被所有人丢弃 顾明池从远处走过来 看我的毛子中没有任何温度 他伸手牵着童童 童童牵着宋慈 好像他们才是一家人 可是 他是我的孩子啊 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 我紧紧攥着拳 手指甲嵌入到手心 都没有任何知觉 就在这一刻 前所未有的酸楚涌上心头 将我的灵魂扯得破碎淋漓 我也不知道 我是如何离开的 走时都觉得双腿不受控制 一步又一步 像是踩在刀尖上 心口疼得喘不过起来 回去的路整整二十公里 我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走回去 快要到家门口那刻 才彻底清醒过来 还不等上楼 突然被人拦住 他跟我说 你好 你想不想做一个博主 我们的好缺一个能言母亲的人 就在这一刻 他像是救世主一样 出现在我的面前 不等我回过神来 他就拉着我跟我介绍他们公司 好 我如此应道 他跟我说了公司的福利和地址 让我明天去 我深知没钱的窘迫 深知会丢掉什么东西 我迫切地需要钱 去把彤彤接回来 夜里 我做梦都是彤彤喊宋慈妈妈的场景 心像是被一双大手狠狠捏住 根本喘不过气 看着外面微亮的天 翻身下床 换上衣服 早晨九点整 我去了之前那个青年跟我说的公司所在地 推开门的时候 他迎面朝我走来 向我伸出手 你好 我叫梁锦仙 他的眉眼弯弯 一副笑颜 我轻轻握了握他的指尖 低声说了句你好 他跟在我的身边叙叙叨叨说着 昨天看见我就觉得我很适合那个角色 所以才主动搭讪 我去会议室签了合同 才离开 他们是做短视频的 要找一个人 去扮演小孩的母亲 每天五点起来做饭 工作并不是很累 只是要出现在镜头前 可能会受到一些非议 一开始账号并没有多少热度 可突然之间被营销号转发 热度猛地起来 那一刻 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非议 有些人骂得极其难听 但是没关系的 有钱就够了 热度起得快 工资也在涨 公司团建的时候 在餐厅撞见了宋慈和顾明池 他们依偎在一起 像是热恋中的情侣 我直直地朝包间走去 只是没想到 去卫生间的时候 又撞见了宋慈 他似笑非笑 看着镜子里的我 说道 打扮了就是不一样 我浅浅笑着 低声回应道 但你都一样 抽出一张纸 擦干手 将纸巾丢进垃圾桶里 还不等转身离开 就被他拉住了胳膊 他说 你说为什么顾明池不在乎你 听到他问出的这句话 我笑了一声 低头看了他一眼 你觉得我现在还在乎他 在乎不在乎我 男人不自爱 就像烂白菜 像顾明池这种东西 我不要了 话还不曾讲完 他突然抓住我 将我的手抵在他的胸口上 那边是楼梯 他竟朝着楼梯直直地滚了下去 顺势 我想拉他一把 却不料被他拽了一把 我的脚也不受控制 与他双双滚下去 这一刻 我看见了顾明池 他小跑过来 蹲在了宋慈身边 对他嘘寒问暖后 书弟看向我 那双眼睛里显露出来的是 无尽的厌恶 出口的话更是伤人 他说 陈岁安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心里择了一声 没搭理他 只想站起身 却突然被他攥住腕子 你听不到我在问你 听见了 我低声回应 继而补充道 顾明池你这副样子 做给谁看呢 我不在乎你也不在乎他 你们俩可真的要一直在一起 千万别再祸害别人 我扶着地面站起来 梁锦仙远远跑过来 伸手将我扶起 姐 没事吧 我扭了脚 疼得站不稳 见顾明池还想抓我 梁锦仙将我拉到身后 扫了面前的两个人一眼 没搭理他俩 回头问我 是脚扭了吗 没事 不疼 我低声回应 他扶着我 一瘸一拐地离开着 回头间 我看见顾明池怒视我 死死盯着梁锦仙扶我的手 好似是在吃醋的模样 是那般的可笑 梁锦仙把我送回家 我给脚上贴了膏药 还不等弄完 就听见手机嗡的一响 邮箱里收到了一封匿名邮件 里面有顾明池偷税漏税的证明 还有他挪用公司资产 为宋慈置办房产的证据 账面也是亏空的厉害 还做了假账 越往下滑 越是心惊 第二天 我去顾明池楼下打了举报电话 看着来人 我心里隐隐发笑 顾明池这个人 从来不是什么善类 他自私自利 为了排除一几 把财务总监开除换了人 人家为了报复他 特意将东西交到我手上 就想着通过我 可以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 半天过去 我看着顾明池被公务人员带走 心里尘埃落定 缓缓站起身来 只是还不等离开 就看见梁锦仙朝着我远远走来 他说 碎碎姐 用不用我陪你去 我可以给你当司机 我抬头看他 勾了勾唇 拒绝道 不用了 我叫了车 推开咖啡厅的门 我朝着他挥挥手 上了车 自从上次 我和宋慈拉扯滚下楼梯开始 梁锦仙对我很是关照 又是发微信嘘寒问暖 又是带东西来家里看我 团队人都说 他对我有意思 而他也没有太多遮掩 听了那些话 只是低头一笑 可我心里发慌得很 他比我小三岁 也算是年轻有为 只是我配不上他 到宋慈家楼下 我的思绪回笼 上去的时候 我就已经想好了说辞 宋慈不在家里 只有阿姨和童童在家 我给阿姨塞了个红包 谢谢他这段时间照顾童童 童童跑出来 抱住我的腿 妈妈 你是来接我的吗 我蹲下身 揉了一把他的发 是 妈妈来接你回家了 童童的衣服不多 就顾明迟给他拿来的那两件 我将其装进行李箱里 牵着他的手离开 一路上 童童沉默地抠着手心 不论我问他什么 他都不讲话 即便是回家后 也不言不语 和之前开朗大方的模样 大相径庭 看见我提包 他的身子往后缩了一缩 我心里起了疑惑 到了晚上给他洗澡的时候 我看见他的后背上密密麻麻 纵横交错伤痕 有些是心伤 有些是已经结痂的旧伤 像是被什么东西抽的 他的胳膊上还有被掐的印子 我感觉自己的心被狠狠揪住 痛意渐渐涌上来 眼泪涌上眼眶 我直勾勾地盯着他 问道 童童身上的伤势怎么回事 他直直无无不肯直说 我沉下脸 许是见我神色不好 他抓住我的手 低声问道 妈妈 你还会把我送回去吗 不要送我回去了好不好 宋慈阿姨一直打我 他说 要是我喊你妈妈就打死我 他还叫我说 是妈妈不要我的 是坏女人 那天我不是故意的 因为他说我 要不那么说 他就打死我 他的声音钻进我的脑袋里 心里泛起一阵疼 我用浴巾把他裹起来 抱着他回到房间 将他拥进怀里 低声问道 爸爸不阻止他吗 爸爸从来不回家 回家了 他也不理我 疼的一声 我的心上像是被砸了一块巨石 我的孩子被虐待 他的父亲不闻不问 眼泪顺着我的眼角滑落 彤彤轻轻拍着我的背 小声安抚我 妈妈我不疼的 真的不疼 五岁的年纪 应该是无忧无虑 什么都不考虑 可如今他太过懂事 让我心疼 我闭上眸 心里的恨意越发清晰 等到彤彤睡着 我才轻轻起身 给宋慈的丈夫打了一个电话 原本我觉得宋慈也是个可怜人 丈夫有家暴倾向 日子混得也不好 想着要离开他丈夫 也是应该的 只要他离开这座城市 我便放过他 可我从没想到 他会虐待我的孩子 随即 我又给梁锦先拨了一个电话 让他来帮忙 替我照看一下孩子 才匆匆出了门 我与宋慈的丈夫 在小区门口见面 阿姨将我们带进去 开门的时候 我看见宋慈正喝着酒 吃着糕点 安逸得不得了 我缓缓走到他面前 轻声说道 宋慈你看谁来了 他丈夫走进来 宋慈看到的那一瞬间 大惊失色 他一边躲一边骂我 屋子里乱作一团 其实宋慈的丈夫 并没有那么不堪 只是赚的钱不够多 有些不思进去 可是从来没有家暴过他 是宋慈夸大其词 说给顾明驰听的 可顾明驰信了 因为他本就爱他 从没怀疑过他的说辞 我择了一声 看着摔在地面上的宋慈 轻笑道 宋慈 这都是你自找的 他破坏我的家庭 伤害我的孩子 甚至抢占我的资产 一切的一切 都是他咎由自取 我离开的时候 听见宋慈的哀求 没忍住 脚步一顿 回头看了他一眼 你无辜吗 你伤害彤彤的时候 怎么不想 会不会有以后 沉睡安你原谅我 帮我报警 我可以离开北城 他抓住我的裤脚 整个人忍不住发抖 我将他一脚踢开 择了一声 轻声说道 我还急着去上班呢 宋慈我只能 祝你好运了 阿姨怕出人命 最后还是报了警 而顾明池送给宋慈的房产 被查封了 顾明汈的银行卡 也被停用 一夜之间 宋慈手里什么都没有 他回去求他的丈夫 在门口跪了一整夜 对方连门都不开 听说的时候 我小出声 心里觉得解气 宋慈这个人 只想着不劳而获 如今落的这样的下场 也是活该 我给孩子拼着拼图 听见敲门声 拉开门的瞬间 看见梁锦先手里提着蛋糕 彤彤是不是今天生日啊 梁叔叔来给彤彤过生日了 彤彤从地毯上爬起来 跑过来抱住梁锦先 梁锦先将蛋糕递给我 将他抱起 问道 彤彤有没有想梁叔叔啊 有 他偷看了我一眼 不知道和梁锦先说什么悄悄话 我将蛋糕放在桌面上 带彤彤洗了澡 给他盛了一小块 放在他面前 只见他眉头一簇 拽了拽梁锦先的袖子 企图能为他说两句好话 可以让他多吃一些 还不等梁锦先话出口 我就将彤彤面前的蛋糕端走 嫌少是吧 那就别 还不等我将话说完 彤彤抓住我的手 妈妈 我不嫌少 是梁叔叔嫌少 梁锦先失效 将自己的那盘 推到彤彤面前 低声说 偷偷吃我的 这悄悄话说得快要昭告天下 我只装作没听见 梁锦先跟我聊工作进程 聊后续发展 但有时候 我看他欲言又止 不知道他想说些什么 直到我收拾完东西 他已靠在墙上 跟我说 姐姐 今天晚上有烟花秀 你想不想带彤彤去看 彤彤听见声音 跑过来 好啊 我们出去玩 一路上 彤彤兴奋得不得了 捡了票 我们去了城堡上 站在最高处 烟花炸开那一瞬间 美极了 整整十五分钟的烟花秀 这十五分钟里 从绚烂夺目 到慢慢黯然下来 是在放烟花 也是在播放我的人生 自小我就喜欢这种美的东西 可结婚有了孩子之后 围绕着我的 只有家庭孩子 再也没了自己 眼泪顺着眼角滑落 梁锦先的手搭在我的肩上 轻声说道 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别哭 烟花虽美却易事 有过夺目的时刻 也是极好极好的 趁着时间还早 梁锦先提议去下面玩 统统闹着吃东西 他便买了两份给我们 梁锦先看 我的嘴角沾了酱 想要伸手给我擦掉 我一躲 他的手将在空中 不上不下 梁锦先 我出声道 我没有那种心思 你是我老板 我尊重你 但是我经历过一场失败的婚姻 不想再有下一段 我往后一退 与他拉开距离 对不起啊 我 梁锦先似乎有话要说 只是 还不等说出口 就见童童从远处跑过去 牵住我的手 让我给他买鹦鹉 他便意不意去跟在我们身后 体贴地帮童童拿着东西 一路沉默 我不知如何开口 直到江车停稳 他才低声说道 没关系 只要我在你身边就好 他帮我把童童送上楼 我送他离开 又回去给童童盖被子 童童拉住我的衣角 低声说道 妈妈 梁叔叔对你很好 是啊 他对我很好 也对童童很好 可是他太好了 好到让我恍惚 他才二十多岁 我不想他以后后悔 日子过得很快 就像是按了加速键 梁锦仙的公司牵了新人 不像一开始那般窘迫 薪资长得也很大方 我带童童去爬山的时候 意外撞见了梁锦仙 他们在前 我在后 时不时还需要梁锦仙拉我一把 到了夜里 童童裹着大衣 倒在我的怀里睡着 梁锦仙在我耳边问 日出出来 你要许个什么愿望吗 我一正 回过神来笑了一声 看日出还能许愿 我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有个愿望 他低声说道 见我沉默 又自顾补充道 姐姐 给我个机会好不好 一辈子那么长 总不能因为一次失败 就失去希望 他低沉的声音 穿透我的耳膜 直直坠入我的心底 让我心里发慌 梁锦仙没有强迫我让我回答 见我沉默不语 他提议去找一个最佳的地方看日出 他去找看日出的地方 又过来帮我抱着孩子 在日出出来的那一瞬 我抬头看向他 轻声说道 我们试试吧 虽然不一定会有什么结果 虽然结果也不一定会好 但人在这个世界上 也就这么一遭 不是是怎么知道 身边这个人是对的还是错的 云海很美 日出也很美 所以啊 未来的一切都充满着希望 日子还那么长 总是要过下去的 前路漫漫 总会春暖花开 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 你距离一个最基本的实习生岗位 差的都不是一星半点 我们公司 不收垃圾 由于把求职简历错发成了大学毕业时的版本 身为策划一姐的我竟被招聘 HR用这样的字眼无情羞辱 因此 我决定玩一发半猪吃老虎 让他们看看策划一姐是怎么做实习生的 然而入职以后 我才发现那个对我的家伙 他根本就不是 Char 我 莫小米 28岁 刚刚离职 则又跳槽中 我的上份工作 是一家传媒公司的区域营销总监 在业内也还算小有名气 被同事们戏称为策划一姐 本以为带着这样的Title和履历 跳槽找一份高薪高职的工作 应该不算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然而就在刚刚 这个天真的想法被刷新的稀碎 把简历发过去后 招聘网站上的HR便直接问道 可以接受加班吗 第一句话就问这个也太不礼貌了吧 哎 碧海国际 我眨了眨眼 这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公关公司 让我来聊一下看看 如果客户的需求比较着急的话 适当的加班是可以的 但不太能接受 因其他部门或同事低效率 而导致的无效性加班 不知道贵司对于加班费的计算方式 是什么样的呢 你上学没有完成作业回家去做 老师会给你加班费吗 就算你碧海在牛 也没有这样说话的吧 还没整理好反击的台词 一行又一行的职场 扑雨露紧跟着席卷而来 加班是看项目的 项目做得好会有对应的奖金 奖金比加班费要多得多 请不要心胸如此狭隘 只能看到眼前的这一点点加班费 没有进入职场前 请放低姿态好好学习 而不是计较加班 没有了解一个行业 做好基本功课前 不要去妄自断言 没有哪个行业的钱是好赚的 赚不到钱 赚知识 赚不到知识 赚经验 赚不到经验 赚阅历 赚到以上任何一点 就不可能赚不到钱 只有先改变自己的态度 才可能改变人生的高度 永远只会在乎这些小钱的人 终究会一辈子为小钱发愁 公司不养闲人 不养废人 不要总是惦记着那几块钱的加班费 先学会让自己值钱 我不禁一口老血涌到喉咙 然而多年的教养 还是让我稍稍平息了自己的怒气 冷静地在键盘上敲道 我个人认为 我的能力已经足够值钱 可以给任何一个公司 带来不菲的效益 呵呵 不要以为自己很牛 真觉得自己厉害 拿工作结果出来看 而不是在这里吹嘘 这比你吹一万次都更有意义 至少从你的简历上 我没有看到你 一丝一毫的闪光点 你距离一个最基本的实习生岗位 差的都不是一星半点 那可真是谢谢您的指教了 我的闪光点还轮不到你来说三到四 我认为我们不需要沟通下去了 谢谢 好的 我们也不收垃圾 祝您尽快找到合适的工作 再见 垃圾 我的简历是垃圾 同渠道同资源的情况下操盘项目 单品月销额增长270% 我是垃圾 一个月时间整合四方资源 产出1800W项目 我是垃圾 全国万奇馆陪生策划大赛第一名 我是垃圾 你确定你看过我的简历吗 还说我没有进入职场 我 哎 愤怒地我打开了刚刚发送过去的CV 然后却下一秒全然僵住了 简历上的那个女孩 梳着可爱的马尾辫 脸上满满都是胶原蛋白 我擦 我上传的简历居然是 大学毕业时候的那一版 碧海国际集团 面试接待室 感谢您的分享 莫小姐 接下来 可以从您的角度 为我们诠释一下营销的含义吗 于我而言 营销的根本点 就是卖东西 这无非就是在解决三个问题 一 为什么买 二 为什么在我这里买 三 为什么在今天买 这也就同步对应了消费需求引导 市场差异化提炼 活动策略决策的三个维度 除此之外 则是品牌维度的价值传播 我近乎完美地回答了HR的所有问题 对于一个毕业生而言 我全然可以体会到对面女人的满意 没错 不是说我离实习生的岗位都差得很远吗 我还就拿着大学那版的简历 来面试你们碧海国际的实习生了 莫小姐 我这边没什么问题了 您还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我心中暗笑 呵呵 看我揭穿你温柔的面纱 我想问一下 贵公司对于加班的情况是如何判定的呢 加班是这样子的 如果在正常工作日十八 零零后的加班 满四小时的话 我们会给到半天的倒休 Lichard温柔地回复道 那如果是周六日和法定节假日的加班呢 除了倒休之外 还会有额外的加班费补贴 啥 这是什么情况 跟之前说的完全不一样啊 呃 好的 那我没什么问题了 我挠了挠头道 对了 咱们这边招聘网站上的平台沟通 也是您这边负责吗 对啊 都是我这边一个人负责的 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吗 一招的语气依旧温柔如水 好 好的 这也太奇怪了 好的 那您看这样 我们觉得以您比试的成绩 加上刚刚的表现 是完全超过市场部实习生这个职位的 所以 Lichard礼貌地冲我点了点头道 不知道您对大中华区市场总监助理 这个职位 是否感兴趣呢 啊 这样啊 其实 我挠了挠头 哎 本来是想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的 既然没有找到那个羞辱我的家伙 那要不就算了 韩总 Lichard突然站了起来 看着我背后的方向说道 就是他 极富雌性的声音传来 我转过头去 那是一张近乎完美的脸 男人穿着凉身剪裁的铁灰色衬衫 带有标志性的阿玛尼收腰设计 从每一根条里都透出稳重的质感 加上摄人又贵气的俊美模样 全然如同时尚大片上刚刚走下来的顶级模特一般 意义发光 韩总 我们正在给这位求职者推荐总监助理这个 好 走吧 跟我去三会 走 走什么走 他们要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吧 喂 被称作韩总的男人 有些不耐烦地看了看我 我把头转向HR的方向 立刻得到了一个心疼你的怜悯表情 快点 第三会议室的电子屏上 写着使用人华北事业部总经理雷光耀的字样 我正要向身边的男人询问一下会议的主题 一阵雷霆般的叫骂声已然从屋内转了出来 就这么点事情都弄不明白吗 开了多少次会了 还在问我的意见 公司养你们不是来问问题的 用脑子去想啊 去想啊 雷霆万钧 猎如光耀 这名字倒还真是实至名归 韩宇推开了门 抱歉老雷 来晚了 韩宇啊 找地方坐 暴躁的声音瞬间降了三个八度 片刻之后 目光停在了我的身上 这位是 我新入职的助理 名叫 韩宇顿了片刻 转过头来叫什么 莫 莫小米 嗯 韩宇淡淡道 今天的会议纪要 他来坐吧 我坐你大爷 这个会已经开始至少半个小时了吧 而且好歹给我找个笔合本呢 喂 行 那我就继续了 雷光耀点了点头 我再重复一下我们会议的主题 这次的中秋月饼礼盒 要在不得更换供应商及产品包装的基础上 最大限度地进行创意 你们说吧 因为不能改变供应商的原包装 我们可以在礼盒里放兑换卡片 可以借鉴LifeWater半瓶水的理念 跟孤儿院或者养老院合作 我们少放一个月饼 然后告诉消费者 少的月饼 我们替他们做了爱心捐赠 会议室的策划们打开了脑洞 众说纷纭 哎 估计又要加班了 又没有加班费 一个策划小声嘀咕了一句 你的脑子里只有加班费吗 韩宇冷冷道 你上学没有完成作业回家去做 老师会给你加班费吗 我当时一惊 我靠 这句话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 对不起 韩总 我不是这个意 永远只会在乎这些小钱的人 终究会一辈子为小钱发愁 公司不养闲人 不养废人 不要总是惦记着那几块钱的加班费 先学会让自己值钱 你给我出去 我立刻确定 喵的 当时在招聘网站上的 肯定就是这家伙 你含语瞟了我一眼道 说一下你的想法 我 我不是做会议纪要吗 如果建立在不改包装的基础上 也许我们可以从月饼本身做些文章 我想到了之前自己做过的一个礼品方案 随口道 我注意到咱们月饼的内包装是红蓝两种颜色的 是不是可以通过在两行卡槽上的排列组合 传达一些特殊的含义 比如老雷转过了头来 貌似有了些许的兴趣 比如以蓝色内包装的月饼为底 用红色内包装的月饼摆成一字 代表一心一意的祝愿 当然 可以摆放的方式非常多 比如 V或者 Z 无聊至极 韩语毫不客气地打断了我 你以为是小学生送贺卡吗 嗨嗨 我说下我的想法吧 我觉得我们还是从产品本身出发 每个人都在把月饼作为礼物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概念换掉 做口感 做健康 推出一款只留给自己吃的月饼呢 老雷转过头望着韩语 想来对自己的想法甚是满意 有一种玩法 就是 韩语的话说到一半 目光突然看向了手机屏幕 随即便皱着眉站起身来 老雷 你们先聊 我要出去见个客户 啊 老板 我看了看写到一半的会议纪要道 那我 你开车 你有驾照吗 不知为何 韩语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奇怪 当然 我不假思索到 上次开车 是什么时候 呃 科目三 你给我下来 我转过头去 方才发现 韩语因为晕车 而憋得通红的脸 之后的三分钟 韩语为我简述了本次会议的内容 碧海国际宪政与国内最大的游乐园公司 YOLO游乐开展合作 由碧海负责后者旗下54个乐园内棚车的主题定制 及创意内容 并作为中间商帮助 YOLO完成采购 我不禁一拍大腿 YOLO乐园的创意活动 这不是我之前公司负责的项目吗 你去停车吧 好的老板 我接过韩语递来的钥匙 那我是在楼下等您 还是先回 V117 好 好的 快速停完车后 我走入V117包间内 找了个地方坐下 韩语拍了拍手 是一服务员传菜 田虾刺身 阿拉斯加蟹 鲦鱼煮 蜜汁煎河豚 一道道栗菜摆到了韩语面前 老板 不用等一下客户吗 神户牛排 给他 韩语指了指 一盘牛排摆在了我的面前 我摊了摊手 好吧 蹭个这玩意也不错 我拿起刀叉 小心翼翼地将牛排切成小块 正准备开吃 一道冷冷的声音传了过来 让你吃了吗 啊 我将这张开的嘴 眼看着韩语的手臂伸了过来 端走了我面前的牛排 自顾自开始吃了起来 我内心登时一万只草泥马奔过 所以韩总 您是叫我来给您切牛排的 韩总好 随着一个银铃般的女生 二女一男走了进来 想来便是优游游乐的人了 张总 坐吧 韩语头也不抬 说到要吃什么 自便 卧槽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调子这么高的一方 哎 别叫什么张总啊 叫我Jessica 被称作张总的女人笑了笑道 我就直奔主题了哈 贵司给我提报的棚车方案 还有点小问题 咱们得碰一下 韩语皱了皱眉道 你说 方案咱们聊过很多轮了 基本是大差不差 主要是报价的问题 张总道 毕竟我们委任了贵司对棚车进行集中采购 那么 每辆棚车的实际成本价格 应该高不到哪去 所以我们希望 您给我们的报价 可以减到二十万左右 这不可能韩语摇了摇头 市场正常的棚车价格 本就在二十五至三十万之间 我们的集彩价格 也不会直接砍下百分之三十 而且 我们在此基础上 还会进行风格设计和展位改造 给到贵司三十五万的价格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韩总您这话说的 毕竟我们已经有五个乐园 进行了棚车的试点了 从引流方面来看 增长确实不是很多呀 棚车的存在 本就是乐园的另一大重要元素 如果贵方仅是把它当作一个引流的道具 那在根本上就产生了问题 韩语淡淡道 除此之外 我们每个乐园的棚车 是购买而非租用 计算收益的话 也至少要以年计算 而不是用试点活动 仅仅四个月的利润 来收回整个棚车的成本 哎 韩总统筹大局没错 但是我们 总是要赚钱的嘛 张总笑了笑 咱们的合同下周就要签下来 我们也不可能等一年 去测算收益比啊 反正就是几台车子 摆在那卖东西而已 调性也很单一 抱歉 可以插一句话吗 我弱弱地举起手 同时撞上了韩语鄙夷的目光 我心中暗道 姑奶奶让你看看 什么叫实力 据我所知 贵司的乐园项目 在增添了棚车元素之后的效益 还是很不错的 拿下半年试点的北京 上海 广州 成都 重庆 这五个乐园来说 其Q2到Q3的收益量增长 大概在13%至17%不等 与此同时 客流量方面也得到了明显的增长 看到我精准地说出了 五大乐园不同季度的销售额和客流量数据 张总的脸上泛起一阵不安的神色 我当下确认这个数据应该是没错的了 对于您说的调性单一 我认为也不尽然 我接着道 韩总说的非常对 棚车的存在本就是乐园的另一个元素和景点 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现在进行试点的乐园中 每辆棚车的产品销售都和乐园的其他业态进行了联动 比如购买足额产品免费体验过山车一次 棚车卡级印章送电影票等 之前所说的销售额和客流量的增长 也便是从这里来的 这位是我的助理 一个助理都这么专业 好啊 那我就问问你 照你这种说法 每个乐园的主题 载体和联动方式都不一样 你怎么能保证在内容生产上 也做到有效的链接呢 张总撇了撇嘴 冲我问道 这个嘛 我试探性地看了看对面 韩宇冲轻轻我点了点头 我们给到每个乐园的棚车 都可以围绕对应乐园的调性主题 匹配不同的 设计方案 我转过头望去 对面的男人 冲我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哎呀 好像是 说错话了哈 这不是胡闹吗 刚刚走进办公室的 我便听到 啊不对 是看到了老雷的震天怒吼 小米 前台妹子冲我招了招手 轻声道 好像在说你们 那我要不要 过去解释一下呀 可是老雷正在气头上哀 我觉得一个声音推门而入 棚车的事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韩宇呀 我不是说这个方案有什么问题 毕竟是程总临时甩给你们的摊子 昨天已经干得非常漂亮了 但是老雷用力摇了摇头道 五十 多个乐园 每个棚车一个设计图 还有一周就要交稿 这怎么可能完成的了 可能传达的人没有把事情说明白 韩宇淡淡道 我们并不需要做五十多张不一样的设计图 我心里不禁打起了鼓 啊 可是我昨天 确实是这么说的呀 你的意思是 蒙太奇的玩法 老雷立刻来了兴趣 解释一下 蒙太奇 代表直接韩宇道 我们棚车的设计 可以把五十多个乐园的元素提炼出来 融合到一起 绘制一张乐潮长卷 然后通过不同维度的裁剪 剪辑出五十四个不同的设计画面 按照联想性和节奏性的原则组织素材 加强对应乐园的主题匹配度和感染力 你的意思是 我要把全中国的 由乐园含语伸出修长白皙的五指 然后轻轻按在桌上 都放在一张纸上 我不禁暗自佩服 这个韩宇 还真是有画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呀 这样的话 不仅每个设计画面都不同 更通过剪辑加融合的方式 完美地凸显了 优乐园的整体大调性 老雷满意地点了点头 竟然把库里萧夫效应应用进来了 韩宇 真有你的呀 不是我 韩宇把目光移到了我的身上 扬了扬眉 是我助理的想法 我指了指自己张大的嘴 我的想法 您 确定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这种级别的设计 需要这个蒙太奇长卷的设计师 拥有足够的创意和设计能力 而且最好 还得有足够的知名度吧 当然 韩宇道 有一个人 最适合不过了 老雷顿时露出了尴尬的笑容 你说的人 该不会是 嗯 江牧 独立设计师 江牧 22岁的设计鬼才 国际知名青年设计师 国内外设计大奖斩获无数 此人与碧海集团并不是一般的雇佣关系 而是更高一层的合作伙伴 合作的机制 更多的是以权益互换为连结 而非简单的金钱关系 老雷说过这么一句话 如果哪天江牧放下画笔 中国90%的策划就都可以引就辞职了 当然 也包括我自己 我深知这句话绝不夸张 因为这个江牧 也曾经是我的客户 小米 韩总让你泡杯咖啡送进去 哦 好 我起身走向茶水间 等终于端着咖啡 走到总监室门口的时候 里面却传来了韩语冷冷的声音 下午一点开始上班 你迟到了五分钟 我看了看表 13 05 喵的 这五分钟 不就是在给你泡咖啡吗 抱歉 我下次一定提前 罚站 大约站了十分钟 里面的人终于开口让他进去 我深知他下一句话要说什么 便直接道 韩总 咖啡凉了 我给您重新泡一杯吧 买手在文件中的男人抬起头来 阳光洒在他棱角分明的侧檐上 一如云开雾际 鹰气逼人 韩语突然站起身走了过来道 走吧 去哪 拜访一下那位鬼才 好的 那我先把咖啡给您放桌上 我小心翼翼地经过韩语的身边 向办公桌走去 等一下 啊 韩语突然转身拉住了我的手臂 咖啡哗地洒了一桌 我马上弄 我连忙跑到办公桌旁 拿起纸巾往桌上扑去 你别管 我 尽管韩语说得很快 但我还是看到了他仍未关闭的电脑屏幕 那是一个百度的搜索页面 搜索内容是如何愉快地与助理相处 居然被聊到了 我这该死的反差萌 来到停车场 韩语直接坐到了驾驶位上 那个 韩总啊 嗯 您以前是不是 从来没招过助理啊 嘶嘶 韩语猛地一脚急杀 我的脸险些撞上前方的安全气囊 有什么问题吗 韩语冷冷说道 我转头看去 这位大哥的耳根上竟然添了一抹飞红 没 没什么 话说老板 咱们是不是走错路了 望着越开越偏的路 我不禁迷惑道 咱们不是去找江设计师吗 怎么往山里开了 没走错 韩语道 他就在这里 车子逐渐驶入两道山崖之间 越往里开 光线反而越发明亮 连绵蜿蜿蜒的崖壁 建立险峻的山石 树枝不尽的奇花异草 一一从车窗急闪而过 终于 车在一个湖边停了下来 一个身穿纯白色帽衫的男孩 正垂掉于此 江设计师 你好 好似一只白猫般 江木从凳子上跳了下来 歪着头眯起眼道 你是哪位 碧海国际 韩语 哦 江木夸张地喊了一句 又变戏法式地嘟起了嘴 不记得了 没关系 韩语咳了一下道 有个设计的项目 想邀请你合作 江木用食指调卷着棕色的刘海 先说说报酬 设计费用方面肯定不会少 不过我知道你也不在乎这个 韩语扬了扬眉 颇为自信地说道 石家 游楼乐园展位一年的使用权 我为你策划专场蒙太奇画廊 意下如何 没兴趣 白白 慢走不送 江木瘫了瘫手 又拿起了鱼竿 那个 江大设计师 别这么冷漠吗 我举起手来 努力挤出一丝微笑 哎 看到韩语身后的我 江木仿佛发现了新大陆式地笑了起来道 这不是之前那个活动公司的小姐姐吗 哎呀 我尴尬地挠了挠头道 是我 有意思哎 江木张着嘴惊讶到你们两个居然凑在一起了 有趣有趣 你刚才不是还说不记得我 韩语顿时一脸黑线 这个小姑娘的话 我可以考虑考虑哦 为什么 我擦 我的老板 你管他为什么呢 人家肯接你就干就是了呀 因为江木邪魅一笑 他还欠我一个好东西 没有还哦 一周后 碧海国际与YOLO游乐集团的战略合作正式达成 韩语蒙太奇的策划创意 加上江木鬼斧神功般的设计画面 令YOLO集团董事极为满意 当下决定 将每个乐园的棚车订购数量再加一倍 而且与全国162个乐园全部合作 为了庆祝这次的强强联手 碧海国际在索菲亚酒店设下蒙太奇星空晚宴 而韩语和江木 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晚宴上最耀眼的两颗星辰 当然了 星辰之下 总少不了那些竹心如梦的姑娘们 每辆车35万 每个乐园吧台 160多个乐园 我的天啊 这是个多大的单子啊 又被韩总搞定了 真的爱 这合同额得上亿了吧 韩总简直是大杀四方啊 男神男神 为什么世界上可以有这么完美的人啊 喂喂喂 你们看 那个就是设计师江木吧 帅死了帅死了 他在看这边吗 他在冲我笑吗 哎呀呀 也太耀眼了吧 喂 穿过女孩们如痴如醉的声音 我走到把台边点了杯葡萄汁 坐了下来 墨小米 身后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 我不禁转过头去 呃 您是 面前的男人 大概五十多岁 矮胖矮胖的身子 看着很是陌生 碧海国际集团财务总监 周慧东 您好 找我有什么事吗 这次YOLO的合作 你帮了不少忙吧 我代替公司 对你表示感谢 周总 您别客气 都是我应该做的 不过有个事情 我想跟你确认一下 您说 请问您在就职碧海国际之前 是在哪里高就呢 我 我刚刚毕业 碧海国际是我的第一份 要诚实哦 墨小姐 啊 不对 应该说是 周慧东的语气突然压低下来 蓝桥公司的前营销总监 Kimi 才对吧 我心中顿时一震 他是怎么知道的 营销界的风云人物 以假简历加入我们碧海国际 而且应聘的还是集团高层的贴身助理周慧东 扁了扁嘴道 可以解释一下原因吗 周总 我本来应聘的是实习生 韩总助理这个职位其实是 这么快就着急起来狡辩了 你不要害怕吗 周慧东打断了我的话道 我只是 进一个集团管理者 保护公司财产的职责罢了 保护公司财产 我无语道 您的意思是 我加入贵司 是为了碧海的什么机密项目吗 不不 我没有这么说面前的老男人摆了摆手道 也有可能是人脉 资源 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吗 周总 你 太过分了 我还有事 请允许我离开 要离开可以 但是周总咧开嘴笑了笑 露出暗黄色的牙齿 请你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为什么设计师姜牧 愿意免费帮我们完成这个项目 我不离一时语色 姜牧愿意帮我的原因 我自然不能告知他人 但以他这种逻辑 我又如何才能自证清白 我只能说 不是每个人对价值的计算方式 都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那就是说不出来咯 周总扬起手臂 指着我的鼻子到现在 我完全有理由怀疑 你和设计师姜牧串通 有意盗取碧海集团的核心资源 怎么可能 我摊手道 姜牧成名多久了 你什么时候听过他对企业资源感兴趣 那就把你的手机拿来 给我检查 周慧东低贺一声 伸手便向我的手机抓了过来 啪 一个人影闪过 修长的五指紧紧扣住周慧东的手腕 周总寒雨清冷的声音道 您这是在做什么 韩宇 这个女人有意窃取碧海集团的核心资源 我在为公司的资产负责 韩总 我没 核心资源 韩宇不等我说完 凛然道 我可以提前通知您 从下个月开始 您口中的这个女人将出任碧海国际资源整合事业部的业务总监 届时公司最核心的资源都将会由他本人全权负责 你开什么玩笑 你以为一个事业部总监的任命是儿戏吗 那需要所有高级主管公开静聘上岗 需要集团董事会研究确认 需要你父亲韩四海亲自点头 这不是你个人可以决定的事情 周慧东显然焦躁起来 用力扯着嗓门大喊道 哦 韩宇压低了声音 微微一笑 原来您还记得 那个人是我的父亲 而不是您的 你 我懒得跟你说 我做的一切都是基于公司的利益考虑 给我让开 周总推开韩宇的手 便要静止离去 等一下 事情还没完呢 韩宇死死拉住他的手臂 一字一句地说道 跟我的助理道歉 韩宇 我提醒你 你在跟集团的领导对话 而且是一个跟你父亲平级的领导 请管理一下你的语言 好的 我想一下 韩宇顿了片刻 转过头来 仍旧目光如炬 周总 请您跟我的助理道歉 你 你给我让开 周总气愤地甩开了韩宇的手 骂骂咧咧地向出口走去 你没事吧 韩宇转过头来看着我道 老板 谢谢您维护我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低着头道 但是周总那边 面子上好像有点挂不住吧 他吗 那个家伙 那个家伙仗仗着韩四海的信任 以保证资金链的名义 恶意插手公司业务 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了 正好找个理由 杀杀他的锐气 韩宇看着周慧东离去的方向道 只不过 我还从来没有用韩四海来压过别人 这种感觉 让人很不舒服 老板 其实就在我下定决心 要说出真相的时候 韩宇端起手上的红酒杯 给我真满地了过来 其实 你是蓝桥传媒的营销总监 对吧 我灯石愣住 你怎么知道 从第一天 看到你会议纪要上的T-word提炼 我就知道你 至少不是个大学毕业生 再加上当天下午跟YOL的谈判 我就更加确认了这个想法 后来我就找了YOL的人 询问了他们乐园项目近期合作的所有策划公司 和合作的公司 然后就顺藤摸瓜 找到了你这位才女 韩宇顿了一下 摊了摊手道 当然 我也顺便看了看你的作品 不管是从品牌创意 还是商业变现的角度 做得都非常不错 韩宇玩耳 把非常这两个字念得很重 那您刚才说 让我任职资源整合部总监的事情 是真的假的 我从不说假话 怎么 你不感兴趣 当然感兴趣 我不假思所道 整合各方资源 通过创意和策略 以不同的形式输出变现 让各方多赢 那是我的梦想 梦想吗 我倒还从没考虑过这种东西 韩宇摸了摸下吧 不过 现在如果硬要找一个梦想的话 倒也有了 什么 那就是帮你实现梦想 斑斓绚烂的灯影下 我一时竟有些恍惚 仿佛真的身处 这片蒙太奇的梦境之中 喂 为什么 我相信你的才华 能为公司带来利益 呃 除此之外呢 莫小米 韩宇跳过了我的问题 突然说出一句奇怪的话 你知不知道 睡眠和失眠之间 有什么区别 当然知道 这道题做过 我答得飞快 睡眠客户代表并非不满意 也并非无需求的潜在购买者 只是因为时间太长 断了客户联系 这个时候 用最直接的媒介进行营销 就可以激活10%至15%的购买者 而失眠客户 说的则是 行了行了 怎么还真满脑子都是这些东西 韩宇无奈地做了个停的手势 我先去找老雷 把刚才任职的事情说一下 趁着他心情好 顺着韩宇的手指看去 我不禁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那个人称职场暴君的雷光耀 正在霓虹灯下 开心地扭着身躯 肆意地笑着 像个第一次得到玩具的孩子 韩宇潇洒地摆了摆手 向远处走去 但我还是注意到 他耳根的地方 就跟上次在车上一样 又出现了一抹飞红 两周后 小姐姐 你来了 天桥的单车上 姜牧冲我招了招手 哈哈 是啊 那看来之前答应我的事情 已经搞定咯 不然还能怎么办呢 这两个礼拜 我可是天天熬夜到三点钟 才把这个玩意弄出来 我挤出一丝苦笑 从包里掏出一个 幽盘递了过去 给你 哈哈 终于把这个坑填上了 姜牧抱起 幽盘跳了起来 我就说嘛 亭更是最讨厌的了 拜人品拜人品 我不禁苦笑 谁能想到 一个国际知名的天才设计师 居然会对我一本段更小说的后续情节 那么有兴趣呢 哎 你手里的那个 是什么东西 不是你们公司今年的月饼吗 叫什么蜜月礼盒 是姓韩的家伙给我寄过来的 月饼 拿来给我看看 我接过姜牧手中的月饼礼盒 拆开包装 一张名叫忘楼密码本的卡片掉了出来 忘楼被称为古代的摩斯电码 按照四宫格的不同标记 加上算筹写法 对照编写的密码书 就能找到对应排列所代表的含义 因为我们月饼的原才来自著名的古都西安 所以除了以谐音的蜜月来诠释月饼本身的口感 和中秋团圆的甜蜜氛围之外 更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可以根据密码本的提示 对月饼的摆放方式进行排列组合 为亲友送上一份加密的中秋住院 我恍然 这不就是我说的 用两种不同颜色内包装的放置 匹配卡槽上的排列组合 传达特殊的含义吗 密码月饼 哈哈 这个创意做得不错 姜牧摸着下巴道 你们俩谁想出来的 我避而不答 转口问道 姜大设计师 跟你请教个问题 有报酬吗 我依然不答 失眠和睡眠之间 有什么区别 啊 不是吧 姜牧翠笑道 这是谁教你的土味情话 也太土了吧 土味情话 啥意思 你把这两个词 用听音写出来看看 我思存片刻 脸颊墨地红了起来 我先走了 月饼还你 老板 我冲到韩宇的办公室 满脸通红地喘着气 怎么 找我有事 韩宇的姿态一如既往地优雅从容 我走上前去 小声道 你到底 是什么时候知道我身份的 不是说了吗 在看到你的第一次会议纪要之后 那这逻辑不对啊 如果你是在那个会后才知道的话 怎么可能 对我在会上随口说的月饼方案那么上心 而且还 说到一半 我有点不好意思的 还把它给做出来了 韩宇微笑着看向我 一言不发 我回想了所有可能 果然 所有逻辑链条都指向同一个结果 该不会是 在招聘网站的时候就 蓝桥传媒的策划一节 听命来应聘月薪三千五百的岗位 韩宇笑笑 作为公司的操盘手 这种商机 当然要第一时间出手拿下 这么说的话 在招聘软件里说 我们公司不收垃圾之类的话 根本就是刺激我的事吗 不然呢 韩宇摊了摊手 看似很无辜地说道 如果我正常跟你交流 你还不转手 就换个简历 跟我要三 四零K 我去 老板 你可真行 我私存片刻又到 还是不对啊 我发错的那版简历 用的可是大学时候的照片和中文名啊 应该没人知道啊 因为啊 韩宇扬起头来 嘴角勾出一丝微微的弧度 莫小米 我记住你的名字了 望着那个完美的下河线 我脑中突然浮现出一个场景 万奇馆陪生策划大赛颁奖典礼的时候 那个第二名的男孩 便曾经昂着他骄傲的头颅 对我说过一字不差的话语 莫小米 我记住你的名字了 你等着 我以后一定会赢过你的 老板 你该不会是 怎么样 男人递过一杯咖啡 玩耳到我现在 算不算赢过你了 老板 你太过分了 居然为了赢我一次 就把我骗过来 给你做小助理吗 当然了 你赢的人可是我 韩宇展言道 让我输了一次 得把你的整个人都赢回来 才算打平 喂 我可是有万奇馆陪生策划大赛冠军 蓝桥传媒策划一姐这么多厉害的 Tidal 我假装生气地跺起了脚 嘟着嘴巴望向韩宇 却被他修长的五指按住了头 这么多乱七八糟的 Tidal 有什么用啊 韩宇玩耳 细碎的黑发下 竟是傲娇的神情 我韩宇的女人 这一个Tidal 就足够了 蒋向蓝桥一起 要成碧海南奔 幸好 我们的故事 不是这样 今天的故事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